那个,旺姬呀,蓝西辰顿了一下,开口道,无限呢,他不是最爱黏着你了,今日他去验明世家弟子身份,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蓝西辰故意提起魏英,他已经闻到了梅院飘过来的饭菜的香味,应该快了吧。 兄长,蓝氏家规有云,不可贪口腹之欲,不可口出妄语,蓝湛毫不留情,再次拆穿他兄长的小心思。 可嗨嗨,旺姬呀,蓝起人开口,叔父和西辰是贪口腹之欲的人吗?我们只是担心无限,过而前来看看,仅此而已。 蓝起人一本正经地开口。 是,旺姬明白,阿线应该快来了。蓝湛没有继续拆穿叔父,毕竟是长辈,不能太过。蓝湛话音刚落,魏英就跨进了静室。 叔父,西辰哥,魏英依次给蓝起人和蓝西辰见过礼,放下石盒,无限听弟子说,叔父和兄长担心,无限今日受了委屈,因此还没来得及用膳就来了静室看望无限,无限在此谢过。 但叔父和兄长也要注意身体。 正好,我和二哥哥也还没有用膳,叔父和兄长若是不嫌弃的话,不如我们一起用膳吧。 看着上道的魏英,蓝起人甚是安慰,无限啊,你没受委屈就好,我和西辰无碍。 不过,既然无限备了我们的膳食,我们就一起用膳吧,也省得弟子还得再送膳食。 蓝起人说着,看着魏英从石盒里拿出来的饭菜,看着就好有食欲啊。 蓝战在心里默默地鄙视了一下自己的叔父和兄长,自从魏英开始给自己送饭,他们就隔三差五地来静室蹭饭,还每次都冠冕堂皇地说一大堆理由。 真的是,晚膳后,蓝起人连今天山门口的事提都没提就起身离开了,蓝西辰随后也离开。 蓝战看着被吃得干干净净的四菜一汤一饭,默默无语。 魏英换来弟子收拾好东西,自己跟蓝战又练了回剑法,快到害时的时候才回到了自己的眉愿,默默地盘算着温潮会来的事。 第二日,魏英站在山门口,看着江城气冲冲地将拜帖地上,将公子,将姑娘,请进。 稍后会有弟子引你们前去惊涉修墓,还请明日准时参加拜师礼。 魏英面无表情,想要将江城一行人让进去,哪知,哼,死皮赖脸地进入蓝家又如何? 蓝家给了你世家第三的身份又如何?还不是要来给人家看大门? 江城的不依不饶让魏英很是愤怒,本以为这一世自己不去招惹江家,便不会跟江家产生交集。 结果,江婉淫居然来蓝家找自己的麻烦。 既然这一世自己与江家并无瓜葛,前一世自己也算是还了江家所有的恩情,那么,自己便不会客气。 好说,江公子,魏某人不才,只能在云深看守门户,但魏某依稀记得,是家公子排行榜上。 魏某比江公子高了两个名次,如此看来,江宗主将江公子送来云深听学还是明智的选择。 毕竟江公子如今连我这个看守门户的外人都比不过。 言下之意就是江城若来云深,连个看门的都做不了。 阿县,父亲他这些年也十分担心你,昨日你将我们聚在门外,阿诚一时气愤也是常事。 阿县,你别和他一般计较,我在这给你赔礼道歉可好。 看着江艳离这副柔弱的模样,魏英只觉得厌烦,不知道前一世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觉得这个女人对自己很好的。 明明每句话都是向着自己的弟弟的。 江姑娘,魏某昨日就已经说过,江姑娘的称呼不合适,还请江姑娘自重。 更何况,是江公子先行挑衅,而且江是丢失败帖在前,还请江姑娘不要颠倒黑白。 还有,魏某听闻江姑娘与金氏公子金子轩有婚约在身,所以,还是请江姑娘不要与魏某走得太近为好。 魏英不嫌不淡道,阿姐,你何必这样跟他说话? 我就说吧,这些年阿爹的担心都是多余,他在蓝室好着呢,都忘了自己的出身了。 江城满口讽刺地说道,江公子,我魏某人乃是散修魏长泽与藏色散人之子, 与你云梦江氏并无任何关系。 我父亲早在与我母亲成亲之时,便退出了云梦江氏,因此,我魏某人与你并不存在任何关系, 还请江公子注意言辞,不然休怪魏某人不客气。 看着态度强硬的魏英,江城有一瞬间的愣证。 江姑娘,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江宗主这十几年一直挂念于我, 为何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在蓝室见过江宗主? 江姑娘身体不好,江宗主身体也不好吗? 挂念,可不是说说而已。 魏某人与你江氏没有任何关系,还请二位牢记。 魏英说完,便让弟子带着他们进去了。 松风水月,蓝启仁听说了山门口的事, 差点拍桌子,一向温和的蓝西尘也皱了眉, 而蓝湛抓着毕臣的手都有些发白了,来人,将江室的人带去靠近后山的惊设, 日常所需一切,都按照普通弟子的需求便可。 蓝启仁扶了俯胡子,吩咐道, 因着明日便是拜师礼,所以今日山门口的弟子早早地就散了。 魏英回到梅院,看着听学服饰, 他拿出了墨额,自从进入蓝室以来, 魏英虽一直有守着蓝室家规,但并没有佩戴墨额, 虽然一开始蓝启仁就给他发放了嫡系子弟的墨额, 但他一直都未曾佩戴, 如今,想着潜意识温潮来云身闹事, 后又点名让各世家嫡系子弟前去骑山听讯。 魏英这一世不想再让自己的二哥哥去骑山受苦了, 这一次他一定要保护好他的二哥哥。 第二日,在拜师礼之前,魏英特地去了云身山门口, 撤走了山门口的看守弟子, 换上了自己最新研究出来的阵法, 蓝启仁进入蓝室时, 看见端端正正地带着墨额的魏英, 眼前瞬间一亮,满意地点了点头, 魏英并未关心蓝室子弟到底说了什么, 而是一直在等着阵法的动静。 终于,在金子轩献上拜师礼之后, 蓝室弟子宣布蔑氏县礼时, 魏英怀里的符咒有了动静。 魏英心里一惊, 不得不开口打断拜礼, 叔父, 西晨哥, 魏英出列行礼, 无限, 有何事? 蓝西晨温生问道, 魏英还未曾说话, 呦, 这就是世家第三的公子的教养, 随意打断别人的拜师礼, 真当别人好欺负不成。 说话的, 自然是几次三番找茬的江城, 蓝湛手里攥着避陈就要出手, 哪知, 在夏清河涅世涅明觉之地涅槐桑, 槐桑虽然在清河, 却也曾听闻蓝氏三位公子的才名, 槐桑相信, 魏公子打断涅世拜礼, 实事情非得已, 涅世也不会如此小家子气, 来计较这莫须有的事情。 蓝起人俯着胡须, 点了点头, 这才是世家的风范, 各位前来匀身听学, 还是要相互学习才好。 说着, 转向魏英, 吴县啊, 你有何事要说? 回叔父, 吴县确实有要事禀报, 说着, 抬首相聂怀桑行了一礼, 聂二公子, 实在不好意思, 魏某有要事要说, 这才打断了聂氏的拜礼, 多谢怀桑兄海涵。 说着, 又转向蓝起人, 叔父, 因为拜礼在即, 吴县自作主张 撤走了山门口看守的弟子, 换上了阵法, 如今阵法示警, 恐怕云深有客人拜访了。 魏英说得委婉, 蓝起人和蓝西辰却听明白了, 只怕是有人不怀好意啊。 正想着, 温潮灰头土脸地进来了。 哼, 原来蓝室的门如此难进, 温某见识到了。 看着温潮满脸漆黑的样子, 魏英用尽了全身的气力, 才憋住了笑意, 云深听学。 温氏从未参加过, 不知温二公子到访, 可是仙都有何指示? 蓝西辰虽也恼怒温氏的专横, 奈何没有证据, 只能暂时忍耐。 这听学, 温氏自是不需要参加的, 只是, 你云深社下节界拦着我仙都府的人, 这笔账总要算一算吧。 温潮满脸不在乎, 温二公子, 我的阵法只针对对云深心怀不轨之人, 莫不是温二公子进入云深时做了什么, 不利于云深的事才启动了阵法。 说话的正是魏英, 哪里来的蜀辈,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温潮回头, 看向说话的魏英。 蜀辈谈不上, 孤苏兰是嫡系弟子魏英魏无限。 魏英回道, 云深听学已经开始, 众家弟子正在县里, 温二公子如此嚣张, 是否有失礼数呢? 魏英抬头问道, 如今连一个小辈都敢公然质疑温氏, 如果不教训一下, 难免让人觉得我温氏可期了。 温潮说完, 温家弟子拔剑上前, 围住了魏英。 下一秒, 只见魏英举起横笛, 一阵音律滑过后, 温氏弟子的剑纷纷脱手, 扎在了温潮脚边。 温情上前拦住了温潮, 蓝先生蓝宗主, 先都命温情带弟弟温宁前来听学。 这是拜礼, 还请蓝宗主原谅二公子的过失。 温情从温宁手中接过一个盒子, 恭敬地上。 拜礼蓝室收下了, 温姑娘请明日准时来蓝室听学。 魏英接过拜礼, 再未多说。 看着温氏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离开, 蓝家里人心里都有些沉重。 魏英却另有盘算。 他记得, 前世温若涵为了炼化音帖, 遭到了反噬, 正是温情替他压制了反噬。 如果自己能用温宁挟持温情, 那么温若涵将会失去一大助力。 就在魏英琢磨这些的功夫, 拜礼已经完成, 蓝启仁让各家子弟回去准备, 明日就要正式听学了, 先回去熟悉蓝室家规。 说完, 蓝启仁和蓝西辰先行出去, 魏英看了蓝湛一眼, 蓝湛先行离开, 而后魏英走了出来。 魏兄, 蓝湛在后面追了上来, 魏兄, 你真厉害, 你这笛子, 看着蓝湛崇拜的眼神, 魏英感慨万千, 这蓝湛还是和前世一样, 是自己的小迷弟啊。 蓝湛, 蓝湛向来会抚羞音律, 我会笛子, 也不奇怪啊。 说着, 将陈情帝给了好奇的蓝湛, 蓝湛, 这是蓝湛特意寻了黑玉给我做的, 好看吧。 魏英显摆道, 嗯, 好看, 对了, 魏兄, 你真厉害, 连温潮都能制服, 二人说着远去了, 留下江城一人, 恨恨地攥紧了拳头。 随着听学的正式开始, 魏英也逐渐开始琢磨, 怎么才能收服温情, 而魏英心知肚明, 温情是为了蓝湛的阴铁而来, 而现在温氏应该有两枚阴铁了, 剩下的两枚在, 是花女和蓝湛, 魏英暗暗发誓, 不能再让阴铁落入温氏之手了, 但是该怎么办呢? 线下, 她也只能去找蓝湛人了。